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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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嘉义极光实际上 他是一个新品种 而且他的哈密瓜 跟过去传统 我们认知的哈密瓜不一样 他是脆的 而且吃完了以后 嘴巴有满满的焦糖的味道 那实际上 这个好味道的炸蛋 一定会在你嘴巴里面炸开 那你吃了以后 你还会想吃 那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 送给好朋友吃 大部分都会再打电话来要 或者是 很多好朋友分享了以后 那大家会想说 去哪里买 所以这个嘉义极光的果子 实际上现在是非常的抢手 那我们也希望 现在刚好是产气 大家有机会 刚好在我们这个超市都有贩售 大家可以一起来买 因为我们在那边采购超过30年了嘛 所以我们得到情报 他们正在种这个哈密瓜 所以我们第一年 就在去年去现场 去看那个植株的时候呢 已经没有东西了 所以我就跟产销班的班长 议定 今年一定要留一部分 给虹康超市 那果然我们在上个月去到现场 看了哈密瓜 都已经快要采收的程度了 那他们给我们的自信 11月18号 那时候的甜度是最棒的 所以我们就带到今天 集办这个发表会也是这个演员 11月18号正式开卖 一直到12月17号 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喜鹅街道顶 47家风汤超市 邀请大家一起来选